一个人的命运 看不现 摸不住 神秘莫测 变幻无穷 不亦预料 实难把握 在学历 资历 能力 工作相差无几的同龄人中 有些人意外幸运 或官运亨通 步步高升 做了大官 或财运滚滚 年年发财 成了大款 或走红一时 名扬四海 当了明星 和许多同龄人相比 这些幸运儿中 有些人付出的 也许并不比别人多 而得到的 却比别人多得多 生肖蛇 蛇年出生的人 他们天生的聪慧 善于发现商机 因此 这样的人走向社会之后 总能够无往而不利 不过因为自己太过大意 在年轻的时候 很多商机 轻易地从自己手边溜走 六月下旬开始 紫气东来 财运火爆 注定喜事迎门 生肖蛇的朋友 注定大吉大利 财运亨通 自身的才华 也能够得以展现 经商生肖蛇的人生一红火 大财小财一起来 贵人常伴左右 必定能够事业顺心 生肖牛 牛年出生的人 他们天生老实忠厚 勤劳勇敢 他是能干 他的事业心非常的强 总是兢兢业业的工作 也因此很受上司的赏识 不过因为前段时间受到小人的骚扰 所以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 六月下旬开始喜事连连 好运来挡也挡不住 生肖牛的人赚钱有道 身价倍增 生肖牛的人他们勤劳上进 不管做什么事都能够有决心 只要是自己下定决心的事 就能够认认真真的去把它完成 他们做事一步一个脚印 高瞻远瞩 很快就能够在职场升职加薪 商场赚到金山银山 钱财不愁 收入猛增 事业走向巅峰 生肖鼠 生肖鼠的人 广交朋友 聪明机智的头脑 很懂得如何与人相处 而且也习惯穿梭在不同的人际圈 可以说人脉方面是非常的广阔 幽默风趣的生肖鼠 也都常常守信用 热心助人 所以常常都会给人留一个很好的印象 6月下旬开始 运势如虹 不管做什么事都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 很快就能够事业有成 在贵人的帮助之下 收获大笔的钱财 还有不错的偏财运 生肖鼠的人只要能够把握好机遇 就能够有望闲鱼翻身 成为一方大土豪 生肖鸡 生肖鸡的人头脑精明 没有什么坏心眼 本性善良 6月下旬开始关路功德红子 即兴庇佑 届时运势即将回升 大财小财一起来 如果将机会抓住 不愁吃不愁穿 此外 生肖鸡之人因此好运 工作中随着能力及情商提升 不久的将来轻松出人头地 定能宏图大展 生肖虎 生肖虎的人做事爽快 对在乎的食货人会变得很敏感 6月下旬开始财伯功德 华盖吉星照耀 届时好运伴随 财运上上千 倘若把握住好运 将来可谓是快乐之命 此外 属虎的人受好运影响 事业上努力伴随好运 往后会有意外的收获 定能步入穿金带银的发达之路 生肖兔 生肖兔的朋友 做事灵活 正值获达默那摩多花花肠子 同时与人为善 不骄不躁 6月下旬开始关陆宫的 龙德吉星照耀 届时会有大运到来 一夜暴富 若能抓住机遇 发家致富的日子 马上就要来临 此外 生肖兔之人要知道 磨难不会苦一辈子 但总会苦一阵子 未来做生意的 将会客源滚滚 发达成功 第四名 生肖猴 属猴的人天生 就注定比较多金 一生名望高 他们稚气不凡 气宇轩昂 一看就是贵人像 而且属猴人的能力强 不论处在什么岗位 都能大放光彩 领导力十足 成为大家依靠的对象 哪怕出身低微 属猴人都能依靠顽强的斗志和决心 爬到顶端 成为有权有势的人 财源广进 成为天底下最有钱的人 第三名 生肖猴吐 属猴的人天生就注定比较多金 卫石磨震磨说 某年生人对盼心里面物别之重 天生就可爱的他们 会生长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家庭里面 父母会非常的有钱 大寿坡人喜欢的他们 都很讲究物质生活 父母必须有钱 如果没有提供 他们也会借机找钱为自己装饰 由于他们心肠慈善 心系在工作中的业绩通常卓越 因此多金 第二名 生肖蛇 属蛇的人天生就注定比较多金 此次年生人内心常有阴毒 根基肚心理念 其性吻合材质 五行中 熟火有助斗志的精神 此类人一般通常都不怕吃苦 虽然天生就有利于他的运势 但是他们还是会努力拼命地工作 追求完美达到工作中最佳的效益 因此多金 第一名 生肖猪 属猪的人天生就注定比较多金 他们有大财 不仅个人能力极强 还具有领导的才华 而且格局大眼界广 天资聪颖就是人钱显贵的特点 早年属猪人的财运不顺 易受坎坷 中年之后就会旺盛起来 积累了经验也积累了不少财富 属猪人是天生的富贵命 经过奋斗十有八九都能成为大富豪 就是天下最有钱有势的生肖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曾任中央研究院基因体研究中心 实验室研究人员的20多岁女性确诊 判定感染Delta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昨晚紧急开记者会说明 北市卫生局已隔离 匡列85人 全都会送至集中检疫所 而该案的男友 现检验结果未阴性 此外 除事发实验室已暂停使用 同楼层所有同人皆需隔离 整栋楼筋停止上班一天 对此 独理学专家赵明威提出两点质疑 认为在严谨的情况下 却还能确诊 中间的过程非常不寻常 再加上Delta到底从何而来 这也是非常离奇的事 更匪夷所思的是 他是莫德纳完整接种者 被Alpha老鼠咬到 却得了Delta 怎么看起都觉得哪里怪怪的 虽然指挥中心说 此研究员操作过多重病毒 但男朋友却是阴性 非常离奇 中研院基因体研究中心则指出 染疫来源显然是实验室余染 病毒是Delta 验出的数值是CT等于23 医师表示 此例说是在6月26日发病 那么CT值23算是符合 当然不是什么被老鼠咬 染上Alpha 如果男友都没有染疫 应该社区感染的风险 也是比较低 不过内用感染仍是一个风险 虽然先前几个Delta案例 都莫传出内用感染 但除非是必要的社交聚会 日常三餐内用吃饭就吃饭 吃完就赶紧离开 要聊再找地方去聊 尽管看起来 此例造成社区感染的风险并不高 侯友宜表示 该名确诊女子住在西指 新北市以匡列接触者66人 居家隔离44人 其中43人PCR结果未阴性 一人尚未有结果 个案男友PCR也未阴性 如民众身体状况有疑虑 可自行到医院裁剪 并做好自主管理 侯友宜表示 中央研究院女研究员确诊 虽然基因定序目前还未出炉 但根据中央宣布疑似是Delta病毒感染 新北市政府昨天下午接获讯息后 立即启动精准疫调 动员警证、卫证、摄政、民政系统 全面进行疫调 并扩大匡列扩大裁剪 并立即展开居家隔离 希望能快速将病毒封锁住 生肖马 生肖属马之人 其命理格局是命为水 而在财博公则是水旺则财未转 命中的火运下财库开 流月为财气 6月30日正是生肖属马人 为化权贵人心归位之喜 这表示生肖属马的人在 未来一个月内有偏财临命 如果做投资股票基金等项目 必定渴望翻倍收益 另外他们在田宅宫有贪狼星镇守 这将表示他们名下的房产不动产在未来几个月 将会升值 可谓是财运不断 喜事连连 有望日尽斗金 一夜暴富 财美北school 坊不挨